現在關於高諼安的爭議 還有這個高諼安相關這些案子 大家看高諼安 已經跟去年不一樣了 氛圍已經改變了 為什麼改變了 因為強烈剝奪感 再加上的足跡處 公佈了臺灣勞工的平均薪資收入 這個很多網友哀嚎 說為什麼我都沒領到 再加上這個一路飆升 回不去的這個房價 難怪網路炸鍋 好我們這邊我們來轉個場 先來跟各位談論一下 都更他的利潤有多高 現在新竹草兩塊地 一塊叫寡婦樓 另外一塊叫做水園區 這兩塊都很剛好 尤其我跟你說 這兩塊地 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兩邊不到一公里 都在新竹的一個東區 那新竹東區 現在對於整個 所謂的科學園區的人來說 心中痛啊 白天上班 晚上加班 想要回家 好近哦 竹北就看得到 可是開車過去 每一條橋都在塞 每條路都卡在那邊 為什麼呢 最近的距離是我看得到你 但我回不了家 所以呢 如果你有辦法把土地 特別是農地變成建地的話 他馬上清水就變雞湯 這當中寡婦樓比較補 為什麼呢 寡婦樓那塊地很重要 就在清華大學旁邊 整塊都已經規劃好了 可是現在寡婦樓卡在那邊 然後呢 臺灣的建商又很厲害 夜飛風高 突然接一台挖土機 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掉之後呢 就看現在老大要怎麼做 有些市長他會說我們就認定 有些人呢 直接就開發了 故事太多 我們就不贅述 但是呢 又另外一塊 這個叫水源區 水源區目前這塊呢 是兩萬七千四百坪 但這塊要重畫 那重畫的話呢 目前的規劃是說 原地主流五十四趴 然後包括了四十六趴的話 要包括了學校 道路 地方建設 水利建設等等 就是把所有的 你本不能整塊地都蓋房子 很怪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扣下來 大概會有一萬四千坪左右 那現在呢 這兩塊地會怎麼走呢 我們就等一下留給政治主的去炒 但現在臺灣各位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房地產很貴嘛 那房地產很貴呢 現在呢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六都加新竹 為什麼呢 新竹人就有錢 沒有辦法 所以就少把你們加進來統計了 那六都加新竹 收入相對高了 但是比較房價之後 很多人都哭了 為什麼很多人都哭了呢 現在我們就說 整個七都 你知道誰最生氣嗎 誰最生氣 臺南人 為什麼臺南人要生氣 臺南人為什麼最生氣的 第一個 臺南市很多人都去過 臺南市那個交通真是差 差到無比 那目前房價所得比是十五點六倍 對不對 那臺南人為什麼呢 臺灣人就是 第一個台積電過去之後 過去五年 臺南的房價總共漲了六十六點九趴 但是所得呢 居然只有漲四點三趴 所以這個是目前臺南是全臺 第一躺平城市 臺南人說 那我們在這邊躺平了 結果那個臺北人說 你別躺啊 你別躺啊 先別生氣 來看看我們臺北人有多慘 臺南人你先別生氣 看看天龍國臺北市 臺北市的七月的預售房價 怕死人啊 發生什麼事呢 平均喔 各位是平均喔 平均的房價是一百零八點六八萬 現在是要逼死誰啊 那我們就來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 我們有一個也算名嘴啊 最近突然間就也是不知道 是不自量力 先說他有三四間房子 然後就跑到了微風廣場的旁邊 那塊預售地去看房子 然後看了房子之後呢 又齊有聽到我猜你嚇一跳 四千萬 四千萬 一房一廳 才一房一廳 四千萬一房一廳 差位要抽籤 各位就知道臺北區有多困難了 但我們仔細來看 現在真的是辛苦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說 目前對於整個政府來說的話 政府他們就說 你們不要急 你們要買房子嘛 對不對 我們有統籌分配款 我們政府有很多的優惠 可以來幫大家 來先跟各位說可以幫多少 第一個 我們先從天龍國臺北市先說 天龍國現在撥的預算是最高的 所以臺北市的話 現在平均房價是兩千四百一十五萬 統籌分配一個人分好多 兩萬九 兩萬九 我們以平均的一家五戶來說的話 兩千四百一十五萬 剛好可以把尾數十五萬刪掉 你只要負責兩千四百萬就好了 新北呢更有趣 新北人多 超過四百萬人 所以新北現在的平均是一千四百七十一萬 統籌分配一個人可以分一萬四千塊 人太多 這個沒辦法 好 現在先來說 結果現在呢 大家各位都曉得 這個整個政府呢 就對不起 不能說政府 社會就傾斜了嘛 現在就是想買房子的很窮 可是房子又很貴 可是現在呢 想不到窮則變變則通 現在一則又一則 先來說之前臺中 去年我們在講 臺中建商在幹嘛 在買motel 在買那時候 在買所謂的汽車旅館 那臺中呢很多的新發展區呢 很多的汽車旅館 那汽車旅館有很多的地 現在呢一則一則被收掉了 結果汽車旅館買光啦 還沒蓋 還沒蓋 現在呢買新的玩意兒 買什麼你知道嗎 買幼稚園 所以臺中現在建商的軍備競賽呢 汽車旅館完之後 現在買幼稚園 那幼稚園呢 因為少子化嘛 幼稚園 你知道今年 單單臺中幼稚園被買幾間嗎 十一間 十一間 就買了被十一間 十一間幼稚園被買走了 所以現在呢 有地 各位未來就有很大的一個想像空間 可是剛剛跟各位談重畫 重畫太重要了 各位我們去看三峽 三峽那塊地的時候 當初整個高速公路開下去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那些話 不能夠在這邊講 因為幼稚的節目太多人看 那個下次我們搞那種私人頻道 我們來講那些細節 有多精采就是多精采 但簡單的說 三峽的大學神造就了 包括千億級跟百億級的一個超大建商 但那個三峽先說大成功 包括了人口 包括交通 包括就業 現在已經要直接來蓋捷運了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來了 房子呢 動輒一千就是一千 兩千三千 那大家到底賺多少錢呢 結果呢 目前全國總受僱員工 經常性的一個薪資是四萬八千零三十二塊 總薪資平均是五萬七 各位這錢不是領到的 全部都可以拿去付貸款 要不要吃 要不要喝 要不要打電話 要不要拿些錢去孝順爸爸媽媽 各位你們就知道 現在臺灣人有多辛苦了 但這時候我們來談論到所謂的柯文哲 柯文哲當然他有很多的理想 但柯文哲很多人遵從了 他八年的一個說話之後 柯文哲其實跳票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因為柯文哲充斥了非常多的一個精英 的一個思想 柯文哲蓋走了八年的臺北市長捷運一條都沒蓋 好啦 放過他 我們就放過他 之前面對低薪 他就說我們要幫小朋友們 來好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好多小朋友就說 對對對 我們也去聽 結果聽完之後 很失望 為什麼很失望呢 因為後面呢 柯文哲他也就事論事了 他就說面對著低薪 面對著一個高房價 你不要一天就想要來改變國家 那為什麼呢 我們拿最後的數據來 各位這個時候就很傷心了 發生什麼事呢 很簡單 因為政治獻金都要過監察院 所以我們就去監察院 把整個政治獻金的報告 全部都拉出來 又起鐵鎮鎮的事實 他告訴我們選舉是要資金的 那你要資金你就要找金竹 那目前呢 全臺灣在整個二零二零年當中 監察院的一個資料 他告訴我們 捐贈的最大金竹 超過百分之五十是建商 一半以上是建商 而且建商很厲害 他們特別在藍綠 都全部的一個壓寶 國內呢 很多那種當紅的立委 特別是在地區當中 講話話罪會堅持 通常都跟建商的關係 超級的一個深厚 那當然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監察院找這個資料 哪些立委呢 我們就不跟各位講了